郭文貴議員 跟他的團隊 還有在地的里長 商圈的里市長 蔡市長的會長 大家很快的 一天多的時間 就恢復正常的生活 這個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也要謝謝經濟部 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們金山萬里的淹水 是因為颱風環流 跟地氣壓所造成的結果 但是會比照海米颱風 來補助幫助 我們金山跟萬里地區受災的民眾 我們都秉持同樣的原則 來照顧我們金山萬里 這次受災的民眾 如果你要更換電器用品 用節能省電 我們可以補助50% 金額可以高達50萬 我們經濟部會補助利息六個月 金額也高達50萬元 新北市政府第一時間幫忙大家清理環境 讓大家迅速恢復正常生活 經濟部再給予幫忙 讓大家的身材器具 也可以得到重新來佈置的這個機會 讓生意可以繼續來做 那接下去的話 就是中央跟地方要洗手合作來治水 就是因為瞬間雨量很大 然後再加上漲潮 讓原潭溪金包里溪清水溪都議題 所以造成的淹水這麼嚴重 雖然這次有議題 但好在 過去新北市政府有發經會 把金包里溪足高提防 那林權院長也有發經會 把原潭溪的提案 足高提防 那經濟部水利署 那也有發經會把清水溪做整治 否則的話情況會更嚴重 所以後續呢 中央會跟地方政府來共同合作 來持續推動治水的工程 那有幾個工程一定要做 第一個就是原潭溪一定要清雨 那第二個呢 就是原潭溪的出海口要拓寬 那原潭溪夏寮橋這個地方 那我們一定要做分紅道 就是特別針對原潭溪周邊的治水計畫 我們一定要加強 治水保護人民財產生命的安全 不分中央地方 大家可以一起來做 未來中央的治水會秉持跨部會合作 然後來跟各縣市地方政府 一起來同心協力 進行各縣市的治水計畫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秉持系統性的治水 系統性的治水 包括該分紅分紅 該煮治紅池煮治紅池 該煮堤防煮堤防 就是一個系統性的治水 根據每一條水系的特徵 那我們擬定治水計畫 要進一步來強化 但是如果是在市區的話呢 我們倒是可以秉持 淨流分擔的原則 因為我們台灣不管哪一個縣市 都持續不斷的發展 很可能過去是治紅的地方 但是經過這個工程的改善之後 變成建築用地商業用地 所以原來承載水量的地方 已經不見了 所以雨水無處可去 然後就造成災害 今年度的治水預算 是蔡英文總統所編列的 有三百多億元 明年的預算 是我跟佐隆太院長編列的 多增加一百五十九億元 也就是說明年的年度治水預算 高達五百五十一億元 就是要來協助各縣市政府 來推動治水工程 來因應氣候變遷 來防範瞬間雨量超過保護標準 造成災害 我們希望預算能夠盡速審議 然後地方政府能夠盡快的得到這筆經費 然後能夠來推動治水的工程 保護我們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以上跟大家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的說明